那我们先掌声鼓励 欢迎一下我们的学姐 Debby 好不好 我代表 那Debby来这里 又一段时间了 那已经毕业了嘛 然后念我们的 Nagra College 那Nagra College 是我最喜欢 本人最喜欢的学校之一啦 就是 真的假的 为什么 因为每次去瀑布啊 都会觉得那里环境非常优美 去那边读书啊 那个气氛啊 跟大城市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学生在那边读书的话 其实蛮轻忧的啦 因为那个什么都没有玩 只有瀑布跟读书 就真的只能读书 对 就读书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酒庄 有一次我们就特别 就是去出镜的酒庄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加拿大最有名的两个产酒的地方 就是葡萄酒的地方 那第一个是西岸的Korona 那个 Korona 我不知道叫什么 可莉娜吧 那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的话 就是东岸的Nagra 所以我们的学姐Debbie啊 念的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科系 我个人非常欣赏 就是酿酒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可能对未来来说啦 应该非常值日可待啦 非常特别 所以我也很想听他的分享 经验 那当初去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 What? 你要念的干嘛? 嗯 那我们有个学生可能之后 也要来念这个啦 所以跟观光啦 这一些餐饮啦 跟这些酿酒啦 他们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版本 我觉得很棒 所以 那是Debbie 会有很精彩的一个分享 好不好 那一样嘛 齁 时间大概是4-5分钟到1个小时 那Debbie讲完之后 我们就还放Q2K 好吧 那如果Debbie一边讲的时候 有任何问题啦 如果不是说 嗯 仔细啦 想让Debbie 马上就先回答 也是可以指手 OK 好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Debbie啦 OK 好 我先拿下我的脚槽 这里呢 我要先谢谢受邀来到 这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科系的 念书的经验 好 那师傅也是赶紧开始 因为我今天介绍的内容有点多 然后 这是我今天准备介绍的目录 首先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简单自我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校园不介绍 我会先讲一下校园大概的 长相 然后还有设施 还有他周边的生活圈 然后还有他 还蛮重要的就是交通设施 因为刚开始去一定不会有 那个 一定不会有 车子嘛 都一定是靠大众交通运输 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科系的介绍 然后我会先讲一下我们科系 主有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主要的课程 它总共是两年 但是总共有五学期 然后还有就是 实习经验的分享 再来才是未来直来发展 其实他就是直来发展 在加拿大也就真的就是 在酒厂工作了 然后再来就是结语 然后还有QMS点 赶紧开始 首先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做黄玉婷 也可以叫做 也可以叫我David 或是代比 然后我原本是在食品科学系 就是在宜兰大学的食品科学系念书 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去考取那个 食品机制的证照 然后在营养午餐公司担任了 两年半的食品技师 然后我会想要出所就是因为那工作 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就是每天日复一日工作 然后因为那个工作 其实也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工作又很量 工作量又很大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就不要做了 然后食品也太难做了 我就吃 然后因为那个薪水 我也没有办法就是附和我出国的那个 出国的费用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自己贷款 然后因为我贷款的是那个 富邦银行的青年留学贷款 然后他就是单单就是留给那个台北市民的 所以台北市民的可以去申请 然后他申请的条件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是台北市民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大学职业 然后第三个是里面的那个国外的大学 必须要在台北市政府有辅助的那个名单里面 所以你可能就是出国前要申请这个留学贷款 可以先查一下 这样 然后目前的话我认识打猫酒厂 然后他主要是做澳洲葡萄酒进口袋的 然后再来就是最主要的校园介绍 然后我就读的学校是Niago College 顾名之一 他就是在Niago Falls附近 去到Niago Falls 差不多车程只要5到10分钟 然后也有公车可以到那个Niago Falls那边 好然后这个大学他总共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在Niago on the lake 然后一个是在威尔文 我的这个科系他主要就是在Niago on the lake这个校区 然后你不要看他的那个校区啊距离很近 但是其实坐公车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有一些活动就是他们学校会办一些活动 然后你们可以去报名参加 但是在报名的时候要看清楚说 他的活动地点是在Niago on the lake校区 还是威尔文校区 然后看清楚 不然的话活动时间如果只有两个小时 可是你光去又回来都要花三个小时 所以值不值得你去衡量这样 然后这个是威尔文 campus他的外观 然后威尔文 campus他就是比较老 然后很多活动都会在那边 大部分活动会在那边去办 因为空间也比较大 然后他的科系主要是一些商科 气修科或是医护科系之类的 然后他下面这一些是我打进去的 就是他的基本配备 就是宿舍啊书店那些 然后这个Teaching Hair Salon啊 你可以去那边剪头发 但是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想要 就是花一个半小时去剪头发 然后又再回来 但是他们的剪头发那个价钱 会比较低 然后剪头发的人是学生 然后再来就是南高的类campus 这是他的外观 然后他的大门就是在这儿 不要怀疑他的大门就是这么小 然后我今天会着重在这个tempus 因为我们科系就在这里嘛 再来就是他这个校区比较新 然后比较多的是一些 他们的科系就是一些 比如说我们酿酒的 然后还有蒸柳的 然后酿啤酒的 然后那个Culinary跟Bakery 还有美容美甲 饭店管理都在这里 然后他这是下面是 他的基本配备 然后下面也有会讲更清楚 这个是他们基本的学校的设施 然后他们的那个书店啊 是真的很小 但是他里面塞满的就是你上课 会需要用到的重词 例如说 我们科系会用到的就是实验本 实验仪 户目镜跟计算机 但是我是建议啦 因为实验本是 他们每个学生就必须要买的 就是他们那里的格式 你就要用他们那里格式 来写那个实验报告 那如果那个实验仪 户目镜 或是计算机 这些你有的话 然后讲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讲一下 他们的那个图书馆嘛 不是图书馆 书店嘛 然后他们的书店很小 但是他们会把所有科系 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部塞进去 然后我们科系主要要用到的东西 就是这些 就是你可能会在书店买的东西 就是这些 就是实验本 实验本是你一定要配备的 然后因为他们的实验课 就有自己他们的格式 所以你实验本就是必须要买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实验医护目镜 跟计算机等等 我是觉得如果你在台湾有这些东西啊 你就带去吧 因为他们的那些 我觉得还颇贵 就是真的没有必要花那些钱 在学校买那种东西 就感觉不划算 所以如果你有实验医护目镜 或是计算机的话是工程计算机 因为我们会有数学课 但是 依照他们的程度 那个数学 你就算要解开好像也不需要用到计算机 反正老师会叫你带计算机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基本的健康中心啊 或是学校辜色的餐厅也会有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学生餐厅 他那边会有一些 基本的什么Subway啊 或披萨披萨 他们有在卖 然后二楼会有那个Tim Horton 然后他们的那个图书馆也在二楼 但他们图书馆的书 其实还蛮少的 所以我大部分 就是做paper啊 做报告什么的 我都是直接下网插 然后再来就是下面的一些 因为他们有些温室带培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去逛 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的winerry 跟那个葡萄园 下一个下一个 然后这个是树浙的外观 给你们看一下树浙的外观 因为一开始我去的时候 我是住宿舍的 然后他们宿舍的那个 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要住宿舍 是因为我一开始来嘛 所以人生地不熟 说住学校宿舍最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宿舍一定离学校正近 所以我也不用另外再 骑脚踏车开车 或者是坐公车 就可以到学校 然后再来就是既然他是学生宿舍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基本的配备 然后重点就是 如果他是学生宿舍 我就想他应该也不会跪到哪里去 就是他们会有一定的市场价 也不会随便让人随意起家 所以我就决定要住学生宿舍 然后我来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学生宿舍 长什么样子 这是那个室内的格局跟配备 我那个时候住的都是四人一间宿舍 然后两个人一间房间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我们宿舍外面的交易亭 就是每个宿舍里面都会有一个小桌子 然后这个是冰箱 然后后面那个是洗手台 然后洗手台旁边有一个白白是凸起来的那个啊 就是那个微波炉 就是只有这些东西哦 你可以煮的器具就是微波炉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浴室 这个浴室就是一般他的浴室还蛮大的 但是洗澡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而已 它是一个小三角形的空间 然后你帘子要自己买 然后清洁什么这些器具都要自己买 然后再来是房间 就是这样子 两人一间房间 然后是上下铺 他只有提供窗件 然后你要自己去准备枕头 跟那个所有的请具 然后这两个是桌子 然后他的桌子 他有虽然有配备台灯 但是这一个人的桌子 他上面是电视 他的台灯是在这个床的旁边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庆幸我是那个有台灯的人 然后再就是他的那个衣柜啊 是在这个门后面 然后他只是只有附一个小横杆而已 所以你还要自己去买一家那些东西 然后这是宿舍的基本配备 然后这个啊 我这边下面有网址 然后那网址是他们学校宿舍的网址 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后 再来就是宿舍的价位 我们来看一下宿舍的价位 我是这个 所以我有准确的价位可以点准 参考 然后不知道他们的 政策有没有变 或是价位有没有变 所以 就是 在预定之前还是要再查一下 然后我是在去之前 我有些预定的那个宿舍位 所以他的预定费就是要500块 然后一次要付完整年的费用 所以是3840 所以总共是4340 然后因为我需要特别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宿舍是只有提供给那个有学校有开学的时候 有在上课的时候你才可以去住 所以 含假那一个月你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因为宿舍会把你踢出去 所以 你不管是要搬去同学家啦还是怎么样 反正你就是不能 那一个月你就是不能在学校宿舍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付钱 你就可以在学校宿舍住每一个月 但是他是用天来计算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所以他总共 我这样算起来就是在第一学期第一年嘛 我就是 差不多住在学生宿舍七个月 然后总总价在这里嘛 所以除下来每个月平均是668加币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格局的是两人一间的宿舍 然后他的价钱就直接翻倍 所以那个时候我直接不考虑这个 但是他的配备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讲一下他们附近社区的价位 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另外一个社区 我们学校对面就是要过一个大马路 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 他叫Nine Run of Green 然后他就是平均一个月就差不多是600到750 他虽然有比较贵的价位 但是也有比较便宜的 就是看早的那个地方好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环境整个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有自己的自分空间 就是一间房间这样子 虽然厨房未遇是共用的 但是至少你有自己的房间 然后这个价钱啊 这个是我第二年搬出来的价钱 我就是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找 然后我们是租一整个地下室 然后就有自己的卫浴 然后有自己的厨房 还有自己的冰箱 不用跟别人急 然后我们一个人也才550 加比这样子 这样子我觉得他蛮多的 所以出去住还是比较便宜啦 但是就是你也很怕你会遇到很糟糕的室友就对了 反正还有就是我刚刚没有提到的是 宿舍他 随校宿舍他虽然有厨房 但是他们是一整栋的人 用一个厨房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 我以为是每一层都会有个厨房 但是其实不是 他是一整栋 然后只有一个厨房 所以会非常的脏乱 然后还有排队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地方 Den Cabin算是那个地方的 算是市中心吧 然后你去到那边的话 就是还要再坐公车 然后我们那里的公车 之后会讲 反正那里的价钱的价位啊 就是500到1800 然后为什么他的价位 Range会这么宽 就是因为500这个价钱 可能是离那个 那个转运站 就是Bus Terminal那边比较远 然后而且路上 会有一些游民乞丐 那些人在那边 所以环境比较不好 然后比较危险 然后1800的话 他就是会在一些淡黄区 就是Bus Terminal那附近的地方 然后1800这个价钱 我会这么清楚 是因为我另外一个同学 他朋友 就是在那边租一个月1800 但是他有两间房间 然后他们是三个人住在里面 所以一个人一样也是600块一个月 这样 所以 给这边资讯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就是周边环境的社区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要去哪里玩 要去哪里吃 然后还有这些重要的地方 要去 要怎么去这样子 首先 首先就是 那个地方 其实我在去之前我就查过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附近也都是树 然后也都是草 然后到底有什么好吃 就是 麦当劳永远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在学校的对面 另外一个对面 有一个很大的outlet 然后那个outlet里面就会有一些 那个美食中心 然后在outlet外面就有一间麦当劳 然后麦当劳的对面是星巴克 然后outlet里面的话 他就有那个timoctuma 然后跟另外一个bizmoke bizmoke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还蛮喜欢的那个汉堡店 然后他的肉都是那个用炭烤烟熏的 然后又很juicy 然后吃就是还蛮好吃的 就是我们期末烤 烤完之后会去那边庆祝一下 对 然后还有附近有一个加油站 就是那边一样有 天后层就那个wendy碳包 然后我讲的这些地方啊 都是走路可以到的 不用 你不用做工作 也不用开车 骑脚踏车也可以 反正就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都可以选择 反正不管吃什么什么吃 还是自己煮最好啦 对 这就是我的心得 然后这就是我 诶要讲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outlet在这里 outlet在这里 然后 那个附近的加油站在这里 所以我们学校不在这里嘛 然后outlet在这里嘛 其实就是过个马路就可以到 然后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要走一下 但是一样还蛮近的 对于在加拿大生活的我们都知道 就是蛮近的 然后这个holliday in啊 就是有外星人造访过的地方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社区 真的就只有插一个马路而已 所以真的还蛮方便的 然后再来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还蛮重要的 就是买东西要去哪里买 因为那附近真的 你走路绝对走不到 然后买东西 那边outlet 我以为 我一开始以为outlet里面有一些 什么超市啦 或是可以有吃的啦 或是打爱老妈 至少有吧 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他们那些就是卖一些coach啊 然后手表啊那些东西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对 然后所以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 你可以去这些是我 罗列一些比较近的地方 然后这一个febrew mall 它比较多东西可以去 诶没有没有 10 center 比较多东西可以去 但是febrew mall 它比较实用 就是因为它那边原本 是有一间coach 但是因为现在它好像 去年11月就把它改成那个 dc center 所以它的东西就卖的比较大 就是比如说用一个油桶啊 装那个封 封糖 然后就是看你要不要去买 因为它那个量真的很大 都是给业务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coach 对面有那个food basics 我都会去那边买菜 因为它那个菜比较便宜 然后那边还有一间那个达赖喇嘛 我都叫它达赖喇嘛 因为它比较好练 然后再来就是那边有一间cibc 还有gosia bank 然后如果去那边啊 这个数字是去那边要做的公车 公车便好 然后因为 你看都会有一些cibc 什么的啊 这个是从学校做到 San Catherine的bus terminal 会需要做40b 然后再从bus terminal 转45 坐到这里 然后要特别注意的是 星期六没有40b 所以要改做40 然后它的 如果因为它的那个 星期六的车子比较少 所以日时它就会变成绕的比较大 所以就会需要比较久才可以到 然后如果你要去最近的costco 就变成是说你要去 南亚高峰那边的costco 所以坐特别样做 然后再来就是pansenter的话 比较好逛 因为它比较多东西 有卖衣服卖化妆品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间卧马 然后你就可以顺便买一些 就是要读的东西 然后那边有一间3BG 也有一间摆走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去那边 然后再来就是 有另外一个广场 它比较多超市 就是有Walmart 然后还有Work Run Work Run 我还蛮常去的 就是在那边买软糖 然后再来是LCBO COCO 这些RBC Bank 这些地方 也是要转车 要做40B跟30B 之后上这个科系 比较常会去LCBO 因为常常就是要去买酒 或者是看认酒标 或者是一些 什么新产品预购之类的 那地方 还蛮常去的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要去市中心的话 就是多40B 然后它那边有各大的 各大银行 邮局什么都有 所以有要办事情什么的 基本上我都会直接去 NKF那边的银行 然后在On Fresh 这个我特别拿出来 就是因为 它是当地唯一的 一间华人超市 如果你要去最近的TNT 你就要跑去密西大港 就是开车要40分钟 但是On Fresh 你开车 10分钟就可以到 就是给你们开考一下 然后就是 他们那边的公车 是算次的 每一次都要6块加币 然后因为之前 是因为 我们学校 不是会有付 那个学生证吗 然后那个学生证 其实我们都有付 就是可以免费做公车 因为我们那个钱 已经付在学费里面 但是因为 之前两三 就是去年前年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学生 都在线上上课 所以变成是说 学校就不提供这个服务 就变成说你们 就是如果要做公车的话 你都要自己再花钱 你就是不能 就是不能靠那个 学生争取第一 那是没有用的 你就是要一次付有款式 这样子 然后 嗯 这个 再来是他的交通设置 就是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因为 他们的那个交通设置方式很多 所以不一定 一定要按照我 这边写的去做 然后 我就先从这几个 讲一下好了 就是 从机场到你家里去 你可以直接轿车 然后他们就是有供订 加一百块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价钱 是因为 你可以在去之前 先加入一些 当地的社团 那 会有这个轿车服务的 就是 我加入的当地的社团 是那个大陆人的社团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些 搭顺风车的 比如说 他从尼加拉地区 到到机场 他可能知道自己 接亲友 还是怎么样 他们都会在社群 那边先问 然后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说 几月几号 然后什么时候 有没有车会来 然后他们 可能有些人 会为了赚这笔钱 然后就会特别去接你 然后再来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要一百块 然后大众交通运输的话 你可以直接做那个 goal transit 就是这个 你可以下载这个APP 然后它上面就 就我跟你讲 就是要怎么做 反正goal transit 它就是你要从 机场 坐到down the street 你要下车 再换车 换到fairviewmall 之后你再下车 再上车 然后坐到那个 然后这个钱 这个是钱 就是19加6块这样 就是总共20块 所以这两个之间价钱 你差很多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 很凉 就是如果不想要大包小包的 然后下车上车 下车上车 就可以叫车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从多伦多到你家地区 我那个时候是直接叫车 比较方便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拖着你的行李 先到unit station之后 然后坐那个火车 这个火车的线 叫做lakeshore web line 坐这个火车 坐到Sankaren Fairview Mall之后 然后你再从Fairview Mall 坐公车 到那个学校 所以就变成说 你可能一样就是花25块 这样子 但是你转车 转的比较少 对 因为机场到你家地区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Megabus 我那个时候从 我那个时候 过元旦的时候 是在多伦多过的 所以我要从多伦多 再回到你家地区 我是坐Megabus 然后我一样就是 从unit station 坐到Sankaren Bus Terminal那边 它会直接从那边 把你丢下去 然后价钱是19.99 然后之后你还要从Sankaren 坐车到那个Niagara Campus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已经有交到朋友了 然后我朋友有车 所以他直接开车 带我去学校宣舍 就比较方便 所以去到那边 你可以不要有车 但是你一定要有车的朋友 这样比较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校区之间 原本它的William Campus 跟Niagara on the Lake Campus 它之间会有一个大的校舍 但是已经取消了 因为太少人做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另外一个校区 你要坐公车 转车 然后车程大概1.5个小时 一样是坐40d到Bus Terminal 之后再转70 然后总共的钱是2款 然后我要特别注意 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那个地方 星期天没有公车 那个地方 星期天没有公车 星期天没有公车 如果你要买东西 或是去哪里 不要排在星期天 尽量排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重点 就是我们科系点到 然后 来 现在数一下这个科系 33个人 对不对 我有数过33个人 有一个台湾人 就在里面 首先 我要先讲一下 你们如果要念这个科系啊 就要有一些 觉悟 就是你们要每天 每天 每天 每天的 随时要准备 就是写报告 每天写一点 每天写一点 才不会到最后 在交报告之前 疯狂的感 然后品质又不好 然后又被打分数很低 因为我必须要说 他们的考试 其实不算多 所以他们的成绩 有百分之 八十 来自你的报告 然后你看 诶 这里面总共 诶我在这 然后这里面总共 33个人吧 最后毕业的就10个 10个 对 10个 好 然后来讲一下 诶 你先下一页好了 哦对 这个我要讲一下 我们科系的一些设施 这是我们的那个 winery 我们winery的一楼 就是那个零售 商店 然后大门在这里 然后反正旁边就是一些 我们的 我们的酿酒师酿的酒 然后不管是去年的 今年都会有 然后还有些旁边的柜子 会摆放一些那个 啤酒啊 或者是为自己 那个是 brewery 跟那个stealerry 学生酿的 那个 老师酿的酒 你会在上面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法 我跳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winery的图片 这个 这个就是 他们那个 酿 里面都是酒 是酿酒的里面的那个tank 然后 然后 下一张是 这一张的话 是从这一张的 左边往右拍 所以就是总共两排的tank 然后 这个酒厂是 我们学校的酒厂 是真的还蛮小的 然后 再来就是 这个是另外 另外一个角度 但是 一样的地方 就是从 那个 摄影师的角度 是 爬到了一个 很高很高很高的tank 上面 往下拍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 酿酒师 酿酒师 也是 你们的老师 之后 我会讲到 然后 然后 这是我们的酒窖 然后我们的酒窖 就是 里面都是酒 但是不一定是 这个 有可能是去年的 也有可能是前年的 反正就看那个 OneMaker 想要怎么做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 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 它 还 蛮 小的 但是它就是 有一些基本的配备 然后还有一些 滴定管 然后有一些 盐酸 什么之类都在这里 反正要偷很方便 然后 再来就是这个 小小教室里面 这个也是 也是实验室 但是它为什么会 特别隔开 就是因为这个机器 这个机 这个小蓝蓝啊 这小蓝蓝 它的药价不美 它差不多 我那个时候 打开一下 啊 那页好像没动哦 看来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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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小蓝蓝吗 小蓝蓝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铁门 然后里面 就是一个小实验室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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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小实验室的 那个小蓝啊 嗯 就是我箭头指的 这个地方 欸你们是看得到 我的箭头了吗 看不到 看得到 看得到 录一下 录一下 那个电脑啊 旁边的那个小蓝蓝啊 它药价不准 我算过了 它差不多要10万块 台币 然后它是什么作用 它就是 就是你把酒滴进去 或者是葡萄池滴进去 它会直接就是给你跑 差不多 欸 二三十秒 它就会直接把所有 那一个液体的资讯全部跑出来 显示到旁边的电脑里面 所以它会直接跟你讲说 它的pH多少啊 庞度多少 然后酸度多少 然后酸度多少 然后有什么酸酸 酸酸 然后各个是多少 这样 所以它这个铁门 是 是防 小偷把它偷走的 所以只要有 只要下 过了下班时间 你这个机器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们会把门锁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葡萄园长这样子 真的是 刚开始融学的时候 因为现在就是 你看它的那个架子上 没什么葡萄园 这是因为它们去年的时候 把很多 很多那个 死掉的啊 或是什么 拔掉 它们好像重新种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葡萄园 这个都是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酿酒堂的后面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学校附近 可以可以走的 好我现在要讲一下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葡萄园 是前年我们学校买的 它是 我们都叫到 concession 5 然后 这是我们学校嘛 然后我们就要 因为那个时候 差不多是 大 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的课程的地点 就会挪到 concession 5 这里 然后我们就要 从学校这里有没有 开就开 开开开 开到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我查过了 它没有公车可以到 所以如果你要来到这里 你一定就是 不好意思 那个地图对不对 对 没有跳 你在拍一下 有了有了 有了 那我就这样讲好了 这个concession 5 就是你就是 差不多在第四第五学期 就是第二年的时候 会常常去 因为我们的课程 直接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学校另外买的一个葡萄园 然后因为它会这样安排 是因为大一的新生 他们会用那个学校的酿酒产 然后我们的我们就不能在里面 因为空间真的太小 所以我们就移到这里来 所以那个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车 你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跟同学拼车 或者是你可以骑脚踏车 我那时候看到真的有人骑脚踏车 在大冬天的时候骑脚踏车 好可怜 然后还有就是干脆直接去机车 或者是叫车 对叫车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叫车 就是差不多 车程也就只有八分钟而已 就是开车还蛮近的 然后这个是 那个时候就长这样 那个Consession 5就长这样 那还蛮大的那个地方 就是有时候会需要 让你去那边那个采收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我帮忙给你们看 这个是那个科系 就是我们要上课的那个内容 然后我会先讲 第一学期跟第二学期 它的课程大概有什么 反正那个数学课一定对你来说 一定非常简单 不用担心它的数学很简单 你也不用去上课 你不要最后一堂课到就好了 因为最后一堂课要考试 不行 不可以鼓励同学 那个校课 但是你们还是要去上课 因为那个既然学费都付了嘛 所以就去上一家课这样 跟同学互动也好 然后 这一堂课就是 VG Culture是那个 葡萄栽培 葡萄栽培是一个 那个德国裔加拿大籍的老师长的 不过他去年退休了 所以不知道下一个学期会是谁教 然后这个课程主要就是在讲那个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 他的主要课程就是在讲那个 那个安大列子的栽培 葡萄栽培粒 然后还有加拿大的那个 种子的区域跟村委区域 还有就是 气候对葡萄栽培的影响 还有些疾病的预防方法 栽培粒的选择 还有品种的分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葡萄园的葡萄 然后 这个老师他考试 他会直接把这个叶子的图片 摆在那个 电脑的那个荧幕上面 然后直接要你写出好这个 叶片的那个葡萄 这种品种 然后你就要写在上面 反正你用猜的也要有写答案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的话 他那个时候就是把学生一整个 拉到那个葡萄园上课 然后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动啊 然后他的那个是什么品种 他怎么判断 或者是他会怎么生长之类的 他就是直接这样跟我们讲 比较容易懂 然后 再来是Wine Making One 然后这个是Wine Making 这个课程 他总共有一二三 他是会党修的 所以如果你Wine Making One 没有过 他不会让你选Wine Making Two 这要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 而且他Wine Making One 他就是一年开一次 所以如果Wine Making One 没有过 你就直接延避一年哦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要直接延避哦 然后再来 Wine Making One 他就Wine Making 他算是我们在科系 最重要的课程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老师也非常的严格 非常严格 然后作业也还颇多 报告需要你自己去研究 所以等于是说 你会花大部分的时间 在做Wine Making的东西 然后再来是Sensory 就是感官品品 感官品品的话 那个老师啊 他就是会先讲一下 这个葡萄品种有什么特色 然后在什么地方 种了之后 它应该要是什么味道 然后每一堂课 都会有那个葡萄让你品品 然后再来就是 葡萄层生理学 这个的话 那个老师 是一个非常 使矮的老师 然后他差不多八十几岁了 他还在教 还在做研究 还在葡萄园爬爬爬爬 那他非常的爱葡萄 他去年被诊断出癌症 但是他居然还是往葡萄园跑 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 反正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老奶奶 他是唯一一个让我们 那个国际学生 在考试的时候用翻译器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好 非常的慷慨 但是呢 他的考试也非常难 他我会说他难 就是因为他所有的题目都是深论题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融会贯通 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是 化学课 化学课的话 就是最基本的 元素周期表 第一学期就是讲最基本的 元素周期表 然后跟质量要怎么算 然后那个 轻氧化大 1M的轻氧化大要怎么调 之类的这种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葡萄园的那个土壤 这个也是那个 资矮的老师教的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老师 下学期会不会孩子才去 因为他已经80岁了 好像听说他要退休了 所以我也不确定 反正他就 这个课就是在教这个土壤 就是葡萄 安大略的葡萄园 大部分是什么土壤 然后那个土壤会有什么特性 然后适合这种什么品种 或是什么品种的葡萄 适合什么土壤的特性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灌溉跟那个施肥 反正就是类似那种东西 然后你就会需要算 然后什么时候要提供什么肥料 然后土壤会缺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矿物质之类的 然后你的灌溉系统要怎么 要怎么设置 然后还有你的排水系统要怎么设置 这些都是他会教你 然后再来第二学期的话 这个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这个是必修 然后他就是主要就是会教你一些 要怎么用英文去写信 或者是遇到什么状况 你要怎么跟顾客解释 就是写信的格式他会教你 还有就是一些禁语他会教你 反正就是一些一些英文的 基本的那个沟通的场次 对 然后再来就是croning croning这个这堂课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是老师会直接把你带去那个葡萄园 然后就是要你去修剪那个葡萄层 所以他的那个工 他的作业是他会给每个学生 安排一排的那个葡萄层 一排差不多140几颗 我那时候数过140几颗的葡萄层 你要在过完那个冬天之前 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前 把那个葡萄层全部 全部就是剪完 就是因为有一些葡萄层 如果你不剪的话 他会疯狂的长 但是他不会结果实 那就是要看你要怎么去修剪它 然后让它的绿叶跟国是平衡 这是它的课程 对 然后因为这个课需要用到一些工具 就是像这种工具 不知道你看不看到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 那边胎儿买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是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 德国义 加拿大吉的那个老师 带我们去买的 这个差不多 52块加币 但是它还蛮好用的 它有分左手减 跟右手减 但是我在想 全那店太原本也有买 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 还有就是那个葡萄酒化学 还有那个实验 这个就是要进实验室的 所以你要买实验衣 顾目进实验本的一些 你都要配备 然后再来就是旧世界葡萄酒 这个一样就是跟生素一样 你会有那个葡萄酒可以品评 然后再来就是销售的课 这个销售的课也是简单过 就是老师会直接给你告诉你 什么地方要考 你就直接背 然后去考试当天你到 基本上你就可以有 还蛮不错的成绩 然后我们要给你们看一下 外面听完 这个 好 然后外面听完 我就给你大致看一下 外面听完在干嘛 就是 他会先讲一下酿烧历史 还有一些 那个他们的酿酒的规范 然后再来就是葡萄酒的组成 然后要添加酵 或是续酸 或是加酸 或是加糖 要加多少要怎么计算 他都会这么讲 然后再来就是 你加了什么酵 你不知道酒会有什么味道 之类他也会大概讲一下 然后还有重要就是清洁和消毒 就是你在葡萄酒厂工作的时候 你要注意要怎么清洁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安全的宣导 他也非常重视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碳精子的酿造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是研究那个历史 然后以前的葡萄酒 他们都是用人工搅台的那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就是 后面两个人在丢葡萄 然后有一个人要站在那个桶子里面去 台那个葡萄 然后那个葡萄汁 但是就会从下面那个桶子有一个小洞 就会流出来 所以这个穿红衣服的这个人 他是负责接那个纸 然后还有把果杂 多余的果杂丢出来那个人 等一下我们没有看到你说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传统历史 就是酿造的传统历史嘛 我们就有人要去采那个葡萄酒 对这是一个活动啦 其实到最后那些葡萄酒也都是浪费掉的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 One Making One最主要就是学做白酒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白酒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会需要自己去摘那个葡萄 然后它就像一桶桶的 它一桶差不多是20公尺 然后之后我们蹭完重嘛 然后就要把它丢到这个纸巾里面 然后把葡萄输送到那个压萨机 这个后面就是压萨机 然后挤出来的汁就长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针对那个汁去做研究 就是去跑一些仪器啊 跑一些仪器啊 然后去算一下它的酸度啊 pH值之类的那些东西 然后解报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 我刚刚说的那个感官品品的课 感官品品的课的话 嗯 它就是真的每一堂课都让你喝啦 然后它会跟你讲说你不能喝下去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吧 就是一定会喝到啊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 亚洲人啊 喝酒都很容易点口 然后我偷喝都会被发现 所以之后我都尽量不喝 但是有一些它到最后会告诉你葡萄酒的价钱 然后你知道参想凭你的心态嘛 就会把最贵的喝掉 所以这些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可能会喝到的 葡萄酒这样子 它有它们有时候会分主题 就比如说那个食物搭配啊 或者是一些意大利的酒啊 或者是一些法国的酒 或者是就是酷快美的酒 它们都会这样子直接让我们喝 然后再来就是Wine Making Tool Wine Making Tool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会focus在红酒酿造 然后它就是讲一些酸度要怎么去酸 或是要怎么加酸 然后里面的一些多分物质 会造成不少酒 会有什么味 会有什么香气这样子 然后熟成有什么方法 要怎么预防腐败 然后要怎么过滤啊 还有一些气泡酒酿造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冰酒 看一下冰酒采收的时候 诶这个时候真的要自己去采收 我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诶 这个图片是那个 你有看到吗 这个图片 它是那个 大家就是要穿得很紧很紧 因为那个时候是清晨六点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要 有些人会穿那个滑雪衣那些的 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采冰酒嘛 就一定需要这些配备 如果你真的没有东西 就像我没有滑雪衣可以穿 那我就是穿一条发热裤 一条织袜 一条发热裤 一条发热裤 然后再一条外裤 最好那个外裤要防水 然后穿雪衣 然后我衣服穿了四层 最外面套了一件女佣衣 然后再戴帽子 然后我要特别讲的是 你们的那个手套 不可以戴毛手套 要戴防水的手套 要不然的话 它的不管是葡萄汁 还是雪水 进到你的那个手 都会很动 然后因为我们有些人啊 他真的戴布手套 然后结果他就是 他被那个 因为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需要戴这个扑能 所以他用扑能在剪的时候啊 他剪到自己的手他不知道 因为太冷太冻 所以等到他血流出来 才发现他被自己剪到 那这样真的很危险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有那种防剪的 防剪的手套 就是工作手套 戴去那是最好 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 采收的那个 的情况 因为那时候是冰酒嘛 所以就在 就在那个葡萄汁上挂了 挂了一个冬天 所以他就变得很丑 然后颜色也很咖啡 然后也没什么 那它的果实啊 它就一碰就会掉 所以你那个盆啊 都要再放在下面 然后接那个掉的果实 不然的话会损失很多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很黑 所以我们就是 那个车子 开了一排 然后大声打向那个葡萄园 这样 就是给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在 采收的那种过程 就是还蛮多学生 都去采收的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收 因为没有办法集齐 不然的话它那个 就是全部都会掉到那个 土上面 就是全部都浪费掉 然后这个是我们化学课 我们化学课就煮那个热红酒 老师煮热红酒的同学喝 因为那个是 他是我们老师是德国人 所以他就说热红酒的历史 来源于德国 他就把热红酒的 煮热红酒的所有的器具 全部搬到家老大 然后再上课的时候 煮热红酒就被我们喝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我等一下会讲 这个 这个 科系解草 然后这个是第三四五学期 然后第三学期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课 它会教你一些 在葡萄酒厂需要工作的 需要 会什么技能 就是你转筒的技能 还有清洗 Feral的技能 还有就是 你要搅拌 加东西的一些技能 它都会觉得这堂课交给你 它的考试是10度 所以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都要专心听 它会一个步骤 都教你要怎么转筒 所以你 就是要特别 我们身为 国际学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那些转筒的零件 你要记住它的单子 因为你要边演示 边跟老师讲 我现在要接什么零件上去 然后 然后要开哪一个孔的那个 Pump 然后要怎么把 Pump 转过去 反正就是类似那些东西 对 你要讲清楚 不然的话你就没分数 然后再来就是 Test Management 就是 在教一些葡萄 葡萄园的防虫防治 防虫防治 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在葡萄园设陷阱 然后那个昆虫 就会跑到那陷阱里面 然后你每个礼拜 要去数那个陷阱里面 有什么虫 然后那个虫长什么样子 哪一个品种的 然后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个虫 然后那个虫呢 要什么预防 之类的这种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葡萄栽培生物学 这个的话就是 它会教你 葡萄栽培 你要用 它的生长 葡萄藤的生长周期 还有就是 它在哪一个周期 你进行灌溉 它就会 果实比较多 或是果实的酸度 比较高 这种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Farm Equipment Operation 它会教你要怎么 就是我刚刚那个词片 它会教你要怎么 开这个东西 老师会需要你 要学会开这个东西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 可以拖那个 除草机的那个东西 你要拖的那个 一个很长的板车 倒车入库 这是学期末老师 会要求你要会的 所以它的考试就是 开一个台车 拖着板车 倒车入库 然后你每一个礼拜 都会有时间去练习 所以这个不用关系 对我来说 它真的还蛮难的 但是你只要多练习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 再来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闭起了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要分组去练习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 的练习时间 我觉得会被压缩到 但是你就是 在后面大家都 熟悉了之后 如果你还想去练习 时间就会比较多 因为有些人 他做的比较远 所以他们不会为了 要练习这个车 然后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还蛮多的时间 就是到最后面的时候 你还蛮多时间 可以练习 就是尽量去练习 这样 然后就是 再来就是 冰药 management 跟winery management 虽然是任何老师教的 但他们教的那个 理念都差不多 就是你要怎么经营一个葡萄园 然后你要在什么时候 打那个农药 或打什么农药 这是你要在这堂课研究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winery management 就是你要怎么经营一个葡萄酒产 然后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他的学期末的报告就是 你要以任期的力量 建起一个葡萄酒产 然后变成说 你的地点要选在哪里 你要自己决定 为什么选在那个地方 还有就是 你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还有你要种什么品种葡萄 然后你要 你的葡萄酒 要什么样的葡萄酒 例如说你要拿来blend 或是混别的葡萄酒 或者是拿来成酿 或者是拿来做气泡酒 就是你自己要决定的 然后再来就是三四五学期 它都会有一个电子选课 那个电子选课是必修的 然后它是 它有很多其他不相关的课程 可以让你选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 喜欢什么的题目 你就选差不多 然后因为它 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它可以线上教学 那时候因为我们都一起了嘛 所以大部分的课 都是线上教学 然后第四学期就是主要的实习的学期 但是特别注意的是 实习的学期 那一学期还是要上课的 然后上的课程就是那个 安大略葡萄酒历史 然后因为 因为 这是他们的课程的安排 他们什么课程叫不完 所以他们会 发给学生一张合约书 然后那合约书是 你要去带给你的部组签的 然后合约书的内容大概就是 我同意让我这个学生 然后星期五的时候 固定去学校上课这样 让出一天的时间 让学生上课的那个合约 就是你也要带去签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会把课牌在星期五 是不是 然后 第五学期的话 就是最后一学期 最后一学期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动心 放在 酿造冰酒的身上 然后这个新世界葡萄酒 就是一样是跟感官平平一样 就是他每一场课都会给你喝新世界的葡萄酒 然后再来就是 葡萄酒化学就变得比较活用 就是说你的葡萄酒 你要怎么去改善葡萄酒的品质 然后葡萄酒如果坏了 你要怎么去拯救它 然后你的葡萄酒 你要确定你有没有在发酵 所以你会需要分离葡萄酒里面的酵母 或者是各种维生物细菌这样子 然后再来One Making 3 就是主要就是酿冰酒的课程 所以你一样就是 一样要面对那个大魔王老师 那老师真的好可怕 我们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办法毕业 可能有80%就是因为那个老师的原因 但是我是觉得他教的课真的还不错 就是他真的很多学多文 所以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很乐意的回答 但是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 然后再来就是有机生物化学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反正就是讲一些 葡萄酒里面的 葡萄酒 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 什么样的 的那个分子 会在酿酒过程当中 因为什么东西而产生成另外一个分子 反正就是类似 你们知道就知道了 然后再来就是 Sensory Valuation of Wine 这个的话 他就是 也是那个大摩老师教的 他的课程就是在教 他会给你一个已经混好的葡萄酒 然后你要先喝那个混好的葡萄酒 喝了之后 然后再依照 他会给你另外三种 单一品种的葡萄 葡萄酒 然后要你用那个三种 单一品种的葡萄酒 混成他给你的那个 已经混过的葡萄酒 然后再把答案告诉他 就类似这种课 然后他会 就是会给你坏掉的葡萄酒 然后要你这一整学期 去制定那个策略 把那个坏掉的葡萄酒救回来 然后这就是一个报告这样子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但是非常困难 这就是很有趣 然后他这一学期的话 他一样会有那个电子选修的课 这样 然后 再来就是我实习经验分享 因为那个时候 诶 我实习是在学校 学校的酒堂实习 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嘛 然后又不好找工作 就是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酒堂 都是的那个销售的地方 都是关着的 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面临就是 随时都会没有车的状态 所以变成是说 我们就只好在学校实习这样子 然后面试 我有些大概问一下其他同学 就是你去其他酒堂面试 会遇到什么问题 大部分他们都会问说 为什么选择我们救他 或者是你在工作当中 你希望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希望在未来 你可以做什么 或者你就未来期许 还有就是 你打算在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还有就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面试题目就是 他会需要你搬向木桶 他会 要求你能有独立作业的能力 所以你 连搬向木桶 你要搬得起来 或者你搬起来 在地上滚的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要 可以移动能向木桶 然后那边的时薪大概是 我听过 就是16块到18块之间 然后 如果你是在实验室 你刚好被 那个一定选中 然后在实验室工作的话 就是20块 20块比较多 然后 但是就是只能在实验室 而且他是part time的 他不是全职的 所以他的时数 就变成说会比较少 所以你 其他没有 补到的时数 你要再 找另外一个工作去补他 或者是你看 老师特别给你一些工作 就是直接在学校的 那个 学校的 Winory工作 然后直接 补齐类的时数也可以 所以 工作内容的话 他会依照 词位有所不同 那 我会这样说 是因为 我大部分的经验是 其他同学都会说 如果你被安排到 什么词位 你就只能做那个职位 比如说你是销售 你就只能站在销售的地方 就一直销售这样子 他不会让你去碰 后面 后堂的工作 例如说 酿酒清洗之类的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你做额外的工作 你不需要做 然后 你也 你也不一定做得好 他们就会觉得 多一次不少一次 他不会让你帮忙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实验室的话 我那个 待在实验室的同学 他就是 待在实验室一整个学期 他连 1010外面 就是后堂 在做什么 他们都不太清楚 这样子 然后 我在学校实习 学校的酿酒厂实习 有一个优点就是 你每一个职位都做得到 就是 他会给你 前两个礼拜 你在这个职位 然后你可能会需要清洗啊 钻筒 然后什么的 然后再 在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会到实验室 然后去做一些 仪器分析啊 那个 葡萄酒分析之类的 取样 那些事情 然后再两个礼拜 你就会去做什么 比如说 酵母的计算 然后要加什么酵母 然后要加什么 营养液 什么的 然后你自己去加 什么东西 反正在学校 葡萄酒执行 我就觉得 虽然没有薪水 但是学到的东西更多 对 如果你不是以 赚钱为目的的话 我就觉得 葡萄酒 在学校 葡萄酒堂的支持 我就觉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 我一整个学 一整趟这样子 整个 这只有学费而已 一整趟这样算下来 大概这么多 可以给你们参考一下 他有一些是 他会让你就是一次 付一整年的学费 然后他会给你折扣500块 然后 所以我折扣了两次 因为他本来有五学期 然后他就是 第一年跟最后一年 他会让你有两次折扣的 的 的机会这样 然后总共是 三万九千多 然后台并就少 你们自己算一下 然后 再来就是 我的结论啦 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移民 就不建议 读本科系 如果你想要体验生活 我也不建议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为了 我为了要让自己过 只是为了让自己过而已 我就是每一天晚上回家 回到宿舍就是念书 跟写 写功课 所以六 你真的也没有 因为你要写报告 然后因为报告真的很多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堂课 老师都会要求你 教学期末的大报告 那我们一学期就有 五六堂那一堂课 所以就变成说你的 作业会非常多 然后你需要吸收的东西也非常多 因为完全就是全新的东西 那我个人是因为我有 食品科学的背景 所以我念那些东西 我有一定的基础 我不会压力这么大 但是我另外一个台湾的同学 他在台湾是念那个室内设计 结果跑去那边念酿酒 然后那个时候 他压力非常大 他一年就掉了十公斤 就为了要做 但是那个时候他 他就是差一点放弃啦 只是 只是我就是在后面push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放弃 你就已经花这么多钱来自己念书 你不可以让自己半途而废 这样子 就是要有这样的觉悟 对 然后如果你就那样就有兴趣 那大家欢迎 但是你要有些念书 你要有研究精神 然后因为他们的教学方式 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 是因为他们在 他们的教学方式很不一样 他们非常希望学生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 所以他们会 其实教的东西 就是那些基本的知识 但是你要 以那些基本的知识去 延伸去研究 他丢给你的题目 所以有时候 你不一定 你查 你查资料的时候 不一定会直接查到他丢给你的题目 你就是要自己再转个玩去去研究说他为什么会这样问 然后答案有可能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反正就是类似 还有就是你要有强健的体魄 是因为他 我刚给你们看那个一整盆那个 葡萄嘛 总共20公斤嘛 那每个人去采 每个人去采 然后你要自己提得起来喔 不然的话没有人会 应该也不是说没有人会帮你啦 就是如果你要会懂得开口 就是说 欸你可以跟我一起抬一下这个吗 或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体力不行 你真的要找人帮忙 不然的话你真的腰会断掉 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年 我去年实习的时候 我的腰就受伤 然后我在那个床上躺了一个礼拜 超痛的 连洗头发都没办法洗 好这不是重点 反正如果对你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的话 欢迎来到这个科系 没错 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快不行了 你第一学期压力真的很大 你真的在期中考的时候 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就是考33分 或是22分 那种分数 因为我们那台湾同学就是这样 他考了第一学期期中考考了33分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紧张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是要找老师 然后你就问老师说 我要怎么样可以补救我这个成绩 那个老师都会好讲话 他们都会欢迎学生去找他们 然后一起解决问题 然后你不管是多写报告 或是再给你一次机会考试 他们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不要就是等到学期末 你发现你的平均没有过那50分 然后被荡了 然后你才在后悔 但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是提早 跟老师讲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有转环的余定 对 谢谢大家 接下来就是去的那时间 有什么问题 我内容有点多不好意思 我拖的有点长 谢谢大家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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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 非常想听 你一个学期学了什么东西 这样扎实 之前有学期学长 你这次分享过 混过去就好了 感觉你学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啊 我一开我一开始 我就想要 我真的是第一次要去拿那个奖学金 你知道吗 就到之后我的标准就是 我只要过就好 很辛苦啦 对 那这个学校我正想讲的奖学金 也可以觉得如果成绩真的 很错的话 那预算有限的话 那就凭实力啦 去申请奖学金 但奖学金不容易啦 但金额挺多的啦 好像大概五百到一千多吧 对 一千五 一千五 所以我的学生的延续两次 其实都有拿到 对啊很厉害 很慷慨的学校 好 那学姐分享完了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不要来聊天一下 如果不好意思问了的话 还是大家可以展示你的真面目了 哈哈哈哈 七位 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哦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问一下 如果你不是想要读酿酒系的啦 但是如果对这个学校有兴趣的 那你是可以发问 好吧 那反正就聊天室上面可以发问 那我大概补充一下啦 就是呃 所有的这些学姐的power point 都是大概开始前才给我的啦 所以我也没有真的帮他们看过 但我觉得很可爱 因为很多学长姐来这边啊 都会告诉后面来的人啊 就要来读我的科系 哈哈哈哈 太累了 啊不建议 就我看他写的两个不建议 除非有样 所以有些 对我有写除非 对 我觉得很很中肯很棒 真的 因为很多人问我的很多问题 第一名就是说 我都有大学毕业了 我在台湾都念完研究所了 我还需要去加拿大念一个季级学校吗 它是不是就是五专跟二季 哈哈哈哈 哦完全不同概念 你来读读看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所以你来读的话你会发现 嗯 这边的读读真的是比较为自己啊 是说混一个文凭吧 那当然两年读的东西会很快 所以功课很多压力很大 哦 我还蛮能体会爹地说的就是 有时候考完试之后啊 去吃一顿好的 哈哈哈哈 要犒赏一下自己 而且那顿好的还不能太贵 对 对啊 不然生活费会被压缩 对啊 不然生活费会被压缩 其实拿很多好吃的不要被他骗了 但都是一些大饭店啦 知名餐厅啦 对 还有一个什么巴西摇烤哦 巴西摇烤你吃过吗 不便 我吃过一天 你看巴西烤肉有帅哥啦 帮你切肉 好不啊可惜我没有去了 值得 值得 那我再坐飞机去一次好了 好 好 下次还多了多东西 所以读书不是那么梦幻啊 因为现实很比赛 所以你的同学掉10公斤哦 哈哈 对啊 真的欸 对啊 如果你不是这个科系的 要挑战的话 因为我觉得酿酒系听起来真的很梦幻啊 但我刚刚听完我是觉得听到好多实验室啊 好多要测量啊 对 我是爱喝酒啦 但叫我学这个我可能就不赖 喜欢喝酒就喝酒就好 不一定要去学 那里面真的很多学问 我今天才去LCBO 就是这边专门卖酒的 那排队排到天荒地牢 我这样算了我不要买了 这些人对酒是很热衷的 而且它就是一种文化 所以如果你来这里不太会欣赏啦 不要说品酒啦 不会欣赏酒 那他们吃饭都要配酒的 你就比较不能融入这种北美文化 还有欧洲文化 那其实加拿大学这个酿酒 真的是最经济实惠的 因为其实酿酒的国家还有其他的 例如说法国 那那个学费大概再多两个零吧 后面再多两个零 我那个读不醒 所以加拿大算蛮经济实惠的 那加拿大也产冰酒嘛 其实产冰酒的国家不太多 它的稳定要够高 要够冷 那我今天看完这个影片 我觉得我以后对那个冰酒啊 我要好好的喝它 肃然请敬 那么辛苦 要穿那么多衣服 超辛苦的 那么小瓶 那么贵 真的啊 真的 对对对 我以后会知道大家 立地皆清楚 哈哈哈 那蛮好玩的嘛 那台湾同学有 有毕业吗 有毕业吗 欸 你说那个钓石工军的同学吗 对对对对 对他毕业了 真的恭喜他 对啊 因为他那个时候 对啊 因为他几乎每一个礼拜都去找老师 就是跟老师卤啊 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另外一个机会 然后我再考一次 或者是他直接跟他面对面交谈考试 然后他就过了 然后他就过了 对我就觉得 那来纪录起来 对对对对 可是考不过去 是老师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反正一切都有得讲 不要放弃 嗯 而且通常国际学生啦 因为条件不好啦 就会特别当季同学 更能有的同学吧 就是当季同学 对吧 对 听闻是母女生好 讲什么都听得懂 所以国际学生会比较新鲜 就要读书啦 又要做实验啦 还要现场去体验这些东西 对 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啦 你后毕业后再回想起来 应该觉得辛苦也会觉得蛮值得吧 蛮值得的啦 对啊对啊 还蛮好玩的 但是有个学姐Alison 说 don't get up 又是另外一个你有hospitality的学姐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蛮熟的 她也认识那一位那个 在那个钓石工级的那位同学 真的啊 对 要公布她还是 哈哈哈哈 但大家互相喜欢嘛对不对 台湾人不多 对对对 而且可能都不客气 看有两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嗯 好吧 那我们这里还有什么要问 我觉得听得很认真的就是 一直有画面的学弟 叫 哈哈哈哈 他一边听一边点头 嗯 是不是要去啊 他明明 他不是明年要去吗 对啊 明年叫你不是要来吗 但是他好像要换科系耶 他听完之后 他更 不会 因为是两年 不会我相信 我相信他他不会换 就是呃 有 privilege嘛对不对 就是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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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酿酒 也不太好 但我看里面有学管理嘛对不对 哇 以后如果我真的有学赚班了齁 我来开个酒庄的话 我就请你 哈哈哈哈 好吧 director 哈哈哈哈 好吧 我看他后面金竹 还弄一个酒庄 好 这边其实有蛮多大陆人 已经在买加拿大的酒庄 哦有有有 对 卖回大陆嘛 或加拿大嘛 所以还蛮豪卖 对 所以上次去参观的酒庄 其实是大陆人拍的 来历酒庄 搞到很大 哈哈 哦真的啊 这个wine testing 我觉得蛮好玩的 你去喝喝看 不同之处 嗯 而且像你说的 越贵的话会多喝几个 哈哈哈 我会直接把他喝掉 不然太浪费了 喝不出来 倒掉了浪费 哎 反正到这种公布价钱就知道了 搞最贵了 不管他好不好喝就喝掉 那如果你去买酒的话 像台湾啊 只是介绍那个酒 都是一些广告区 这边买酒上面 都会有很明确的标示 哦 那我大概只有 care那个sugarcoat sugarcoat 就是酒的多甜 我喜欢甜一点的 哦 对 他上面会写哦 真的那个牌子上面会有写哦 就是说b 然后后面会有数字 那那个b谁知道 只有中点头 哈哈哈 b就是dry dry 啊不是abcd 嗯 a是最好b是最差不是哦 db是dry 就是干的 干的就是没有糖分 厉害 所以就不要买 就不要买 买回来很色 嗯 嗯 但如果是呃 因为我以为那个 呃 m啊 m啊 m就是medium啊 所以会比较甜 那如果m的1到20 我不知道最高会到多少啦 但是数字越大代表越甜 所以那个我有问那个卖的啊 我说我们最甜的 他说oh no 我们不喝甜的 哈哈哈 真的会喝酒的人是会喝dry嘛 啊又有分嘛又有白葡萄又有红葡萄 哦 嗯 然后我以前有去那个 呃洛基山脉那边啊 看到葡萄园 然后车子停下来 偷偷去给他摘来吃 超酸 可以可以 我也常常这样做 所以酿酒的葡萄 跟普通食用葡萄 其实真的味道很不一样 对对对 酸到头皮发麻 比柠檬还酸 有些品种很适合 但是好吃啊 对对对 我是喜欢吃葡萄啦 我喜欢摘那个冰酒的葡萄 它就是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冰 它有一些冰沙在里面就比较好吃 感觉像是葡萄放在冷凍库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你去那个 你去那个innisgilling啊 你在冰酒的时候啊 冰酒季节的时候 你去一云淋一串 下来吃超酸 直接冰的葡萄 那我放在我的冷凍库就好啦 对对对对 没有那感觉不一样啊 我跟你讲 它的冰沙 它跑到那么远去吃冰葡萄 我就直接冰在我的冷凍库 那你们知道冰酒为什么会那么甜吗 就是因为它结冰之后 它的糖跟那个水分是分离的 所以它们在萃取它到时候 再把它们分开 这个水的部分就不要 它们就只要糖的部分 所以加拿大人其实 不是那么爱喝冰酒啦 哈哈哈 那老师 那老师说 他讨厌冰酒 他讨厌做冰酒 他讨厌摆冰酒葡萄 他讨厌冰酒的一切他都讨厌 但是他是做冰酒的人 太费工了啦 对 那他就跟那个 呃 那个椅子酱一样啊 物以稀为贵啊 台湾人最喜欢买冰酒了 有些爸爸妈妈问我说哪一排最好 我说越贵的越好 哈哈哈 越贵的有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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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出来 喝不出来 喝不出来吧 便宜的就好了啦 所以酒我是觉得很有学问啦 这个是我未来想要好好的努力学习 因为你有这个背景你就很好跟人家聊天嘛 对啊 那他的话 我觉得酒是一种文化 那来台湾嘛 有些酒可以跟人家分享 好啊 那今天好像大家都比较客气哦 如果是移民讲座那一类的啊 妈妈问的都很疯狂 哈哈哈 哈哈哈 应该是后悔了 想要练别的系 因为很多妈妈说她要带小孩来读书 我都觉得很害怕 你们真的读的毕业吗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我真的觉得 很多毕业都是华人 所以我华人 妈妈而读书一定要认识这类的学姐 对不对 对不屈服的精神 不屈服的精神 不屈服的精神 对对对 对啊 那来的话 你硬着头皮都要把它读完啊 对啊 真的 而且还贷款来的哦 对不对 要更努力读书了 真的 哦 我现在还贷了 好烦哦 那读这个科技是男生比较多 还是女生比较多 超帅的耶 可能是因为吃力 你被熊腰了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那时候吃的特别多 哈哈哈 做触工了齁 对真的 那其实台湾也在发展这一块 嗯 有一个 那是比较少 威士忌吧 那台湾广告很大 我现在连续忘记是哪一个 其实他在台湾的花莲 花莲 哪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以后 就是台湾也会走 比较高的 一些精致的一些 嗯 高水者的东西 就制酒这个部分啊 或是只有外国啊 对 对 对 那台湾其实环境也得监独厚啦 所以如果种葡萄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的时候 发霉 哈哈哈 海湾太湿了 河湾太湿了 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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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不一樣啦 那台灣葡萄真的還沒吃 還有日本用手上葡萄啊對不對 喔對阿欸那個好貴喔欸 他那一串要幾千塊是不是啊 我都耳聞啊 我都沒有吃過 我吃過我有吃過欸 我去趁同學家的吃 他一顆這麼大 對啊那一顆不得了了耶 分散看 但是 但是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不用去買 各位不用去買 沒什麼特別 我們就是要吃過才好 才好講說你很正常 喔 沒吃過就好一直講 那那那那你們可以集資 就十個人然後買一串這樣 然後再來給你分析 哈哈 全份的 全度什麼的 可以 那你到時候會留下來這邊 因為你下次畢業了嗎 對啊 那已經有菜 我在台灣啦 對對對你一定會去了 對 那你覺得回台灣後要這樣子工作好早嗎 好早啊 當然好早 好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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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基本上 其實如果你做酒類銷售的話 有一些 比如說像那些 比如說酒條通啊 橡木桶那些 你其實不用念這個科系 你就可以進去 因為他們好像不太在意 你的學歷或怎麼樣 他比較在意一些 銷售經驗 然後他也會幫那些新進的員工上課 所以基本上你的知識背景 好像只是這麼的重要 但是如果你是 比如說做酒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一些新公司 需要一些新協議的話 他們好像真的比較需要 有這樣子的專業知識背景的 比較吃香 對 超瘦嘛 你找個漂亮的啊 對 就好了 但是就是基本上 念那個科系 留在加拿大 會比較多 就是比較好找 對啊 有輩子才是有差 對 但是因為我就是因為在酒場工作實在太辛苦了 我的腰撐不起我那個工作 還有那個壯志 所以呢 我就回台灣了 哈哈哈哈 哦 天啊 我的腰現在都還有後遺症 如果是 可以 可以 什麼 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回來工作 因為現在疫情都已經很控制了 所以 對 可以啊 工作就要回流啦 只要是服務業的 現在都很值工 大家都喜歡大家唱唱 還不想唱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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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換衣 你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嗎 還有我們學姊 Alison來站台喔 哈哈哈哈 大家都沒有拍聲音 他夠的怎麼樣 知道耶 Alison她也上個 上禮拜回來啊 哇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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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給你分享 哈哈哈哈 不用了 你是念什麼戲的 我念Hospitality啊 對 Hospitality嘛對不對 但我記得你 那時候來找我的時候 還送給我一瓶酒 對 因為我在酒莊工作 對不對 我們在酒莊工作 好優秀喔 對 酒莊裡面的餐廳工作 對 啊現在還是在那嗎 對 我最近回來 我去上班了 對啊 有沒有很懷念 回台灣了 然後又回來 差點回不來 對很緊張 因為疫情回來 一定要叫offer啊 對 有offer比較保險啊 大家是真的需要offer嗎 你可以闖光看看嗎 你都會被原地存在 哈哈哈哈 他在offer啦 待下比較恐怖啦 哦 那你在酒莊工作好玩嗎 好玩 出房 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免費喝到飽 聽說員工現在也要付錢了 但是有折扣 嗯 但我們還是有那個gift card 每個月50塊的gift card 可以買酒 所有酒莊的酒 或者是相關產品 只要在酒莊裡面 買的東西就可以買 50塊喔 嗯 每個月50 真好 所以我才可以送你酒 對啊 而且送我的時候 不曉得掉在地上 還好沒破 對 記得是聖誕節嗎 好壞了 對對對 要用聖誕節了 對啊 好啊 那 反正我們也學姐 Alison又回來了嘛 如果Daddy也可以回來了的話 太好了 嗯 她給女生不趨小一點 那好像上班吧 對 我們未來會有更多的學生 去買好不好 哈哈哈 好啊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太多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到這裡了 好不好 你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 如果之後如果不好意思問 突然想到什麼問題 嗯 那可以聯絡我 好不好 那如果我不能回答的話 我們再來聯絡Daddy 嗯 好啊 那 今天感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下一場 好 來預告一下 好 是我們的 Humber College 的一個學姐 她念的是比較 serious的 金融系 哈哈哈 聽起來是不是很無聊 哈哈哈 那 金融系是這邊的 算是 嗯 還蠻蠻多人啦 好熱門的科系 像釀酒就很冷門 但我就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啊 很有趣啊 怎麼會冷門咧 對啊 但是要扛下木頭 大家都不敢來了啦 哈哈哈 對 下次來討論喝酒啦 醬酒 比較好 比較大 比較不會啦 那 金融系啦 那學姐叫Pat 然後大概在12月20時期啦 我剛剛忘了22吧 後來分享 那她現在在銀行工作 在BEMO工作 有興趣的人啊 想知道 Humber Humber就是剛剛那個Daddy講的 旁邊有TNT啊 Misaga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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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沒有那麼辛苦啦 有TNT可以來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來 OK 好 那感謝Daddy 謝謝大家 拜拜 趕快吃飯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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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